好主播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在香港李文告別式的現場 那麼剛剛從下午四點的時候是開放親友來追思的 那目前已經是六點多了所以是已經到了一個段落 不過呢其實今天在稍早的時候呢 二姐李思琳的YouTube頻道一直都有直播的 那直播的畫面流出來之後呢是發現二姐跟她的大姐呢是痛哭失聲的 而且其中呢還被網友聽到一句說 就是她害死了我的妹妹李文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情形 Tattoo 我走到我妹妹 我走到我妹妹 Derry Derry 我走到我妹妹 她是說她要害死我妹妹 她要害死我妹妹 我走到我妹妹 好 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追思會的場面 都相當的不捨 而且場面是非常哀妻的 那麼二姐跟大姐 是忍不住痛哭失聲 還哭到全身發抖 連台下的好幾位 李文的救世 在致死的時候 其實都是非常難過的 那麼可以看到其實剛剛大姐跟二姐 她是突然抱著一位男性友人 放聲大哭 而且還用這個廣東話講說 是她害死我妹妹 引發了網友熱議 那麼這個她 確實是不知道他們在指誰 那麼今天下午四點追思會開始 目前六點的時候 是已經開放了公寄了 而稍後也會持續用直播的方式 讓全球的粉絲都能夠送李文最後一程 以上是在香港掌握的最新情形 一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